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好的睡眠是对人体的定期修复, 也是对人体的不断充电, 对恢复体力、增强智力、保证健康都十分重要。 可以说,适当的睡眠是对生命最佳的保养。 现代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面对繁忙的工作压力、感情等等因素, 睡眠成了大问题。 那失眠怎么办呢? 但对于学佛的人说,无不欢喜, 因为对于睡眠上的问题, 佛家的安心法门有很多。 如果懂得应用方法,失眠将不再有。 当你晚上睡不着觉时,就默念这个咒语, 不仅一秒入睡, 还能在睡梦中积攒无量的功德。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一、把控意识。 什么叫把控意识? 说,简单点就是该想什么的时候,想什么, 不该想什么的时候,不想什么。 说深点就是要应景时,随时进入空的状态。 意识不是那么容易就被降服的, 除了表层意识, 更难对付的是常年累月形成的潜意识。 我们观察小孩子的思想、行为、想法简单直接, 行动率性而为。 尤其睡觉的时候,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进入深度睡眠。 为什么? 淳朴而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得到各种意识, 有些意识慢慢潜伏下来, 成为人思想、行为上的主导者, 而我们却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这些表层意识和潜意识有好的, 也有坏的。 比如, 一位母亲看到孩子受到伤害, 下意识地保护孩子, 这就是好的潜意识。 真爱的母亲不可能在那一刻还思考如何保护孩子, 还在权衡利弊。 又比如国外一位猎人, 刚走到一棵树下, 猛地回头发现一只熊向它扑来, 这使它的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努力活下去才是唯一选择。 没有任何思考直接原地一蹦, 熊走了以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原地跳起两米多高。 这都是潜意识在发挥作用, 还直接带动了人的潜能。 有好的意识当然就有不好的意识。 一个罐头看见财物会不自觉地想占为己有, 也许她的表层意识很清楚这样做不好,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 这都是潜意识或思维惯性在作怪。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妈妈吃饭的时候经常发呆, 胡思乱想。 被我学到了, 妈妈有一次告诉我吃饭不专心影响营养吸收, 还是别这样了。 这两年回去发现妈妈情况不太好, 只要她没事做就胡思乱想, 把以前沉芝麻烂骨子的事通通捋了一遍又一遍。 尤其睡觉前, 更喜欢胡思乱想, 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了, 常年下来弄得身心疲惫, 心脏不好, 不吃安眠药几乎不能入睡。 妈妈度量, 心量不大, 容易记一些小事, 尤其是那种帮了别人还不落好的事。 我曾经开导过她, 也给她买书, 安眠茶, 睡眠仪器, 想过很多办法都不管用。 医生也说, 这种症状只能靠自己, 心量打不开, 谁也帮不了。 妈妈这种状态对我触动很大, 因为我曾经失眠过一段时间, 睡觉前就是各种胡思乱想, 翻来覆去睡不着, 折腾几个小时才勉强进入前睡眠。 我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可怕, 会让人心力焦脆, 正好赶上我那是脾气, 情绪都不好, 思想也有问题, 于是想做出改变, 开始看书, 断绝外界不必要的联系。 十几年没拿过书本了, 难啊, 看个几分钟就玩会手机, 到现在一年了, 可以静静地看上一两个小时, 再歇会眼睛。 书看得多了, 慢慢能总结一些 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其实人呈现的各种状态 都是意识在操控, 我们的身体就像木偶, 听从意识地安排。 所以人要从意识中解脱出来, 不被操控, 真正做自己的主人。 想做自己的主人 得从表层意识着手, 因为大部分潜意识 是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才形成的, 很难立刻被改变, 除非这个人顿悟。 怎么改变表层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观察 我们的内心、观念、 想法、行为, 确保它们是正向、 积极的、 负面的东西 最能让人产生多余的意识。 做到对任何事不分析、 不评判、 不下定义, 天塌了和我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以前看到不公的事 就气愤不已,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 放下固有之鉴, 不去辨别事情的真伪, 好坏。 如果看到一个面容猥琐的人, 不必着急下定义说 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 因为本身 我们也不了解他。 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分析, 评判它们, 甚至走到哪说道呢? 这就是无形中 给自己强加负面意识, 时间久了 就会成为潜意识。 所有意识的主体 还是我们自己, 选择权也在我们手里, 要还是不要看我们。 对待任何事不分析, 不评判, 不下定义, 不是说什么也不管, 不做了, 不仅要做 而且要做好。 可以把它理解为 老子讲得无为而无不为, 是不参加任何自我观念, 意识之间的积极行动。 佛法里讲不着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太大成, 普通人很难做到, 但也不是不能做到, 慢慢在人, 是, 物理体会这种感觉, 感觉是越学越灵, 最终找到这种感觉的人 都是内心充满感激, 喜悦的。 金刚经讲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我们太多的意识就是有违, 它们随时产生, 随时毁灭。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即便面对复杂, 交错的环境, 也并不需要产生那些太多的意识干扰我们, 甚至保护我们。 意识是个人的产物, 而培养这些意识的却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是世间万物。 消耗我们能量的是世间万物, 而偏偏最能提升我们能量的却只有自己。 不存在公平不公平, 我们只要认可自己, 相信自己, 就能战胜意识, 战胜自己。 试着从不分析, 不评判, 不下定义做起, 这个不难, 简单地放空而已。 放空的同时就已经减少了主观意识, 时间久了就会有了惯性, 惯性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而这种潜意识是美好的。 二、宝阁楼咒, 北宿末年, 有个高僧叫缘可久, 精通佛经佛法, 可谓世外高人。 那年曾场落地, 在寺院借助, 和高僧交往密切。 闲暇之余, 高僧教授曾场念诵宝楼阁咒, 曾场不太相信佛经, 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 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念诵三五十遍, 开始不知道宝楼阁咒有什么作用。 绍兴三年夏天, 曾场前往书馆里读书, 准备来年继续考试。 恰好, 遇到金国侵犯大宋, 战乱不息, 大军过后, 城里一片狼藉, 到处是残垣断壁, 民不聊生。 因此, 他的书也读不下去了。 每天晚上, 一个人睡在书馆里, 噩梦不断, 经常梦魇, 醒来后一身大汗, 惊恐不安, 一直坐到天亮, 才稍微安息。 他没有一个晚上, 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好觉, 十分苦恼忧愁, 人都询问他怎么回事。 曾厂说, 老师梦见被人揪住头发, 不停地暴打, 呼叫挣扎, 也没有人回应。 实在没有办法, 曾厂就换了一个地方睡觉, 但是仍然如此。 一起的同伴嫌弃曾厂影响他们休息, 都商议准备把曾厂赶出去。 有一天晚上, 曾厂一个人非常忧愁地坐着, 忽然想起了宝阁楼咒, 就书写了一幅, 贴在了柱子上面, 坐下来默默地念诵了几遍, 然后就睡下了。 这一夜, 他睡得安安稳稳, 没有做噩梦, 他才明白宝阁楼咒的神奇, 竟然治好了他的失眠和梦魇的毛病。 这个咒语只有八个字, 世俗口口相传, 只读其音, 可能文字有误。 曾厂后悔一直没有重视宝阁楼咒, 从此以后, 他专心奉送, 一生从未间断, 不轻易告诉别人。 后来, 他的哥哥知道了, 才传了出来, 对于失眠, 不要太紧张, 放松心态, 放开压力, 愉快生活, 相信失眠会自动远离你。 最后祝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 都发生在你和你家人身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安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